九哥 吃香蕉 我这个打扮将来一定会活 本王的这顶绿帽子一定会活 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赵王以后就是咱们其中的一员了 相信对赵王大家已经不再陌生了吧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赵王 咱们坐下 请 我搜你 快坐 一个扬言就够让我头疼的了 现在二哥又来了 本来一条后腿还能走路 现在两条后腿 九弟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我自从和江应月分到扬镳以后 现在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也算是硬汉一条啊 废话少说 我时间不多 我张家在朝中有三分之一的兵马 齐盛命杨将军带兵南下 还部署了一些散兵 分手在北沫和北湖 整个部署没我们张家什么事 你们怎么看 明面上讲 杨豫领军南下是最合适的 他的兵就在太兴 而太兴位于晚江北岸 离芸汐很近 我觉得这次皇上是趁机想削减九弟的力量 我也这么想的 原本以为 齐盛会削减我们张家的兵力 但是 齐盛竟然没有这么做啊 那边再有什么动静 我们就要时刻准备行动 这兴许 是个实际 来 吃不到 干什么 记住我跟你说的 不要入戏太深 两条腿走路 对了 我还没跟你说呢 我这条小命还想要呢 以后 我会两条腿走路的 不过依你的暴脾气 在妻生面前控制情绪 恐怕 难 韩戏能受胯下之辱 我这点算个屁